他知道我没钱那两个孩子姓旺 如果我没钱缴学费了孩子不上学 他肯定他肯定不会让两个孩子不上学吧 当时两个孩子的学费缴吧以后剩下的保险 保险是两万 然后方带是三千多 剩下这些东西他扳给我了他扳给我了以后来 当时我也不想逼他了他缴完孩子的学费以后吧 我都不想逼他了 因为我觉得得他肯定是真没有钱了 然后我就说 我就阿妈当时阿妈跟那个了 阿妈就就把就把他的钱给我 他说你没有钱还方带 我这钱给你 你还方带吧 阿妈就要方带给我了 然后呢 朋友非要赚过两万块钱 我不要 他给我赚了三回 我给他退了三回 我永远给他退了三回 那时候我还希望 我还抱着希望了 我认为老旺会把那个钱转过来 到最后了 保险最后一天了 都失效了时候 我才要了这个钱 因为他确实没这个钱了 当我把保险还上以后 把方带还上之后 我给他发了一个信息 我就这样说了 我说了 那个 保险我捡朋友的钱还上了 然后方带在马国的钱我也还上了 我说了 那个 你也别着急了 我说了 你也 我说了 你也别着急了 我说了 那个 你 你也别 你也别那个 就是 别担心了 然后你 因为他这一路 毕竟他都大把针 都用个毕业上了 上了路 又走路上 再遇到那个啥人冒啥东西 也很可怜 是吧 而且他 我说了 你也别那大压力了 我说了 你赶紧把自己找我好 我说了 咱俩选下压力了 然后咱俩毕竟有孩子了 你是孩子的爸 我也不希望你 因为这个事压力大 是吧 我说了 到那叔叔来 到叔叔 咱哥 他那个 因为那个 新疆那个 那个地方郑主签了 我知道知道吧 我说到时候咱哥给你分了那个签以后 你把我 你把签给换给我 然后来 我把我朋友的这个签换了 我这样给他说了 他他当时来 他我也显名气和给他说的 他肯定也显名气和给我换 给我会是不是 他说的 关 我知道了 他们的关关关 到时候那个签下来了 我都给你换这个 我都把那个签换了 你看 这样一说的时候 两口都是不是这个关系稍微的环和了一点 对吧 然后咧 当时来 我说的 我有这样给他说了一句 我说的 你看你那个签业 呃 该假的 以前跟真正的做手术还没做好 是吧 呃 干嘛的 腿不是跟上海做的手术不是可好吗 我说的 要不然到时候几年这个 几年过去以后 到时候那个 呃 就是没有活了以后 你到时候上上海 呃 就是一次性划签 把这个毕业的手术做了他 上海的医术比较好 嗯 他说的 再说吧 呃 俺俩就这样 就这样 就是 俺俩就是 俺俩朝八价以后 过了年以后 将近两个月 最显平气和的说的一次 一次话了 然后呃 等过了有一个多月吧 你知不知道 有一次我带俺弟媳妇回家 回家去检查 去检查 就是俺现在的弟媳妇检查了 是吧 然后呃 俺哥哥说的 那个 粉钱了 就是一个人粉了 大概一个人粉了七万块钱 是吧 然后呃 她说的那个 就是问我了 她说的 那个管我给你签吗 我说的 没有 俺嫂子问我了 她说她粉钱了 她都没给你 因为从过年都五个月了 保过孩子的生活费 保过房贷一直都是我换了 是吧 然后呢 她粉钱她没给我 没给我的话 我可以打电话问她呀 是不是 我的那个 我的你那个咱哥不是你粉钱了 然后念你也知道 我的从过八年到现在 俩孩子的生活费 保过买衣服 保过吃花 保过保险都是都是我出来 我说的 你现在把你 把我给孩子买 我不付钱 你给我钱养中 是吧 然后我说你把我给你孩子花了钱 还有这个保险的钱 我借人家来 我说你给我 然后我给人家还给人家 好 这是安良哥显名气和说八华以后 大概有一个月 我给他打来这第二个电话 你知道人家说了不 那都变味了 那都不一样的味了 都直接丈夫 人家那个那个口气 我给你学学哈 那孩子不是我家的 那孩子也是你的 那个衣服 那个吃的 你想买都买 你不想买 我会给他买 那个保险 是你自己要人家扯的 我凭上给你买单 这是 就这样服务了 你说换 你说换多任何一个女类 当你 当你用这种形态去做的时候 现在她这样说话的时候 你有好几个他说话没有 有没有 我当时我都发火了 阿拉都吵起来了又 吵起来以后他都把我拉开了 在他拉开 我哪一刻 我都知道我拿来婚姻 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负荷 我这不叫离婚 我这叫丧偶 懂吗 我那一家的四口都是保险 我那鬼妮 我他 我两口都买了由一个仅有人生 加了那个一外仙 我鬼妮二买了那个教育几斤 那四口都是保险 都是两万多 还有大病嘞 我跟你说 我几个合影 你觉得我醉了也好 其实我认为我是很倾行嘞 讲的 我好像看到一个人说 我好像看到一个人说 你不痛不痒 你不疼他 睡疼他 还问思考一下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不痛不痒 把这个话说完了嘞 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了啥吧 就是说 我几个能这样显明气和嘞 能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完 证明我的形态已经调整好了 知道吧 如果搁到 如果搁到两个月前或者是一个月前 我就没有办法像现在这种状态 把这个事说完 我来报应一下 我来报应一下 就是打病一下 哦 我知道果哥 我几个至于那么贪嗔的 我跟你说实话吧哈 能笑话我也好 能不笑话也好 我几个至于那么显明气和 那么贪嗔的 给大家用最整成的话去说完这个故事 首先我和你没有舔一句 没有舔一句言 没有去一句语 都是一步一步的发生的事 不管是 就是有大王庄人也好 没有大王庄人也好 你那些人诽谤我了也好 或者是说我给人家跑了也好 我只想让你知道真相 你可能说 嗯 呃 假如是不可外样 呃 怎么怎么嘞 但是你有没有发言 大王庄人的所有人都认为是因为我 狗外边有了才跑了呀 我不需要揭示一下我吗 我不需要给自己证明一下吗 难道若我给自己截止一下 给自己证明一下我都丢脸了吗 我都该死吗 我给你剥那个除沫 我心里边嘞 我从一开始 我对她的感觉都是亲情 亲情懂不懂 因为两个人爱情嘞 就是两个两口子过到最后的最终的解决还是亲情 对 他说的对 保险一直也不骗人 就是当你能用着的时候是用 没用的时候是没有用的 对啊 我赏赢啊 我赏赢的原因是因为 我用最长的青春换来这样的解决 最后还在被人家 最后还在被她装里边的所有人说 我是因为给人家跑了 给人家想好 才离婚了呀 这件事给你身上能够受了呀 在座的各位 如果说我是能接 或者是能妹妹 或者是能亲人 能需要给我揭示一句不需要 嗯 谢谢观看